大家好,我在羽田国际航下的三楼 这里有一个荆棘开的Wing的商场 它这边有Seven免税店 往前走还有我上次介绍给大家的品达羽田的分店 生虾拉面可以吃 从2017年12月开始 这里也多了一群扭蛋 这就跟成田机场看到的一样 我觉得是同一家公司的 机器的形式长得很像 很长哦,这里好像也有个七八十台 那跟羽田很像 跟成田很像 它也是比较有名的 它会在外面有橱窗给它展示 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然后比较有名的 当然它就会比较多可以扭的 比方说 这个艺人最近很有名 像说这边就有蛋黄哥的 还有 Hello Kitty跟蓝蓝熊的 这边有几个七龙珠的 然后这里跟成田机场一样 它也有教大家什么使用的方法 就是假如你有很多零钱 不知道要做什么的话呢 活用多余的硬币来换 扭蛋 然后假如你扭出来的 坏面的壳不要了也可以丢在这边 神奇宝贝实在太红了 所以神奇宝贝有好多 好多个可以扭的 左边这边有三个比较特别的 这是跟荆棘本身比较有关系的三个铁道相关的扭蛋 左边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非常有名的这家做玩具小火车的公司 还有做荆棘的车子的版本 那另外右边这个是很有趣 他们的工作人员 这个开车的人 假如今天是开不同的车 在他的公司包上 他就会夹这样的夹子 比方说他开这个机场快特 到宇田机场 然后他回去的时候开普通 他就会换这个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夹子 这个也很有趣 这个是我们知道车子会有四辆 六辆 八辆编程 所以在铁轨旁边会有这样的小牌子 所以连这样的小牌子都可以扭 现在就来扭一个火车来看看 这个火车要三百耶 两百 两百就好了 然后他总共有十二种 看我们可以扭到哪一种 金吉的好像多半大家印象都是红色的比较多对不对 对他们一般是这个红色 是他们的 我们拿出来了 这是金吉最经典的红色的车厢 可是这是中间的车厢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对照就知道 然后还有下面的铁轨 所以要急这个可能有得急的 因为你还可以去收集这个车站 然后还有下面的铁轨还有得玩的 这个很受欢迎 里面没剩几个 空港集型的实在太符合今天的主题了 那大家在那个搭车从前草县往雨天空港的时候 你不用担心搭错车 你只要看到有这个空港的标志 就不会坐到很兵去了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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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